阿祖 哈喽 欢迎光临 你好吗 阿祖 对啊 怎么忙忙啊 还好 现在不是太忙 等下就更忙了 阿祖啊 你来边的人啊 我是广东台湾人 后来就父母在这边 我移民过这边工作了 我不是上次给努努大碗来 你在吃饭吗 好多粉丝都在说 我也留意啦 老师问我 价钱很贵啊 几千块 上万啊 其实不用的 你那天跟大王来吃饭那顿饭 一个人大概四百块钱左右 嗯 这里是我们的大堂吧 就是位置这么大了 大概两千尺左右 就平方尺左右 大概有十七三桌子 你这里一个月大概房租多少钱 十一万左右吧 哇 那谁店呢 店费水费再交多五万吧 来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厨房 嗯 好 哇 你的厨房还是挺大的 厨房大 这厨房特别大 不是一般大 你看看 这就是你到天吃东西了 圆肺啊 巴螺 虾 鲍鱼 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 哇 你这厨房还挺干净的哦 对 我们 我们有清洁的做记录的 每天要做记录搞卫生 哎 你这里多少个员工啊 都十几个 十二三个左右 哇 那你一个月出工资都要出好多哦 三十万 这么多啊 是啊 那你这个店开了现在多久了 七年了 七年了 哇 那你都买了房子了吧 还在努力当中啊 生意难做啊 你做了七年你都没买房子 那经历疫情这几年 又谁困得好啊 能生存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你以前有没有做过这一行的 我是九七年来香港的时候 就做餐饮 开始做餐饮的 那时候做什么 就做火锅 由普通的楼面 做到那个分区经理吧 最大的时候吧 哇 那时候分区经理工作很高了吧 对对 两万多吧 还可以 那是什么时候呢 14年前 哈啰 你好 请坐 请坐 对了 你两个坐这边 这会真的待了 好 哇 你看 凌晨 一点五十七了 你看 才刚刚忙完 辛苦你了 现在还好啦 以前 干到两三点三四点试过了 第一天就是 大概上多少个小时了 十个小时 你今天多大啊 43左右 大概多少钱啊 200多万开店 哇 为什么这么贵啊 最起码你 那桌子啊 餐具啊 门口的招牌啊 设备方面 各方面都要处理一下 就单单这个鱼缸那时候 上一手做的时候 要五十多万 就是龙胆大王亲自去处理的这个大鱼缸啊 这里服务员多少钱个月啊 基本工资都一万七以上的了 管吃 管不管住 不管住 太贵了 之前我租金太贵了 还请不起人啊 你来我一定请你 一掌工资 你觉得香港的海鲜贵 还是我们内地的海鲜贵的 香港的海鲜 相对性给国内性要便宜 主要原因是 因为香港是个贸易区 很多外国的海鲜都来到香港 但是由香港再运回内地 它那个税务比较高 就变成它成本比较高了 而且我们香港有个好处是说 每个世界的海鲜都有 澳洲的加拿大的美国的 到处国家都有 开这个店的时候 你准备了多少年了 十年 这十年也是 我吸收 以后我真的想做生意 做的准备 无论在工作方面 做生意方面 那我补充一个事情就是说 你做管理跟做生意 这完全两个开念的东西 你会管理 不代表你会做生意 你为什么那么多事情 都是亲一亲为的去做呢 因为很多时候呢 看见员工很忙的时候 必须要帮他忙 再说吧 我有一个带动性 员工我都带动起来了 就像火车头一样 下面会跟着我一起去跑 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毕竟是客人 当我去招呼客人的时候 他感觉会有点亲切感 而且大家有个开开玩笑 聊聊天 我不想太过传统那种 招呼客人那种方法 希望自然一点 开心一点那种 你开店了七年了 是不是就是每一天 就像今天生意这么好的 其实也不是的 我们开店了到七年了 我觉得我们开第一年的时候 基本上是头半年了 已经亏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而且要借五十万来继续经营下去 那时候就想 哎呀怎么办呢 其实自己没什么钱 因为我借了这么多钱 我就想一个办法 就是说自己做餐饮 照了那么多年了嘛 继续想办法去面对跟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就在市场定位方面 餐单的安排方面 还有那些销售啊服务方面 再做点策略性的去处理一下 后来后半年慢慢的慢慢的 由亏本就到了不用亏本 就平衡开支 我靠什么去吸引你的顾客的呢 要以诚信为本 生意就是一个陌生的人 来到你这里消费 然后以应他满意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打个比方 就说像我们做生意 你怎么令到客人去满意 你必须想办法 无论在产品方面 服务方面各方面 你必须到位 我也是打工起家的 在过程里面 就是我就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越有了公级谋出头 那个工资一出头呢 就入土为安 咱们就说我在想一个问题说 想改变你的生活 那必须要改变现在的状态 就打个比方 如果我坚持是用在这个位置下去的话 我只能在这个位置停留在这个线里面 但是如果我想追求更好的生活 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必须付出别人更多的东西 首先你想做生意 去学更多的东西 经验去赚钱 但是因为我家里面没什么钱 不像别人一样 用钱去买经验 我只能就用经验去买钱 就是说你去赚钱 必须第一个第二个 就是学会怎么帮别人去赚钱 在这个做打工的过程里面 就必须积累这些经验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个经验就是你救生你的方法 你的学业是什么 97年读到高二的时候 就过来香港就没读书了 那你来香港的时候 当初是租房子还是怎么样了 租房子的 一家四口就住在很小的一个套房里面 你为什么就是想到自己去创业了 然后来了 改变自己的生活 必须要付出 想办法在某个位置上面 突破上去那个位置 一层层的上去 要么你在这个位置 永远这样子 如果你不改变位置 你要粉动 有那个上进心 我们做男孩子有担当 那个定位 就是说你定位在这里 就永远是这个位置 如果你说我现在生活好一点 那定位再高一点 那必须要爬上去这个位置 一级级的上去 这三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第一要感谢就是我们业主 龙等大王恩哥 他名字叫恩哥 但是人也是这个 像对于我写的 是个恩人 有时候我们说 哎呀我们有点困难 大王怎么办 他说阿猪你放心 我支持你 那住这方面你跟我谈 你想怎样 你跟我说我真的配合你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的 从来不放弃 做生意有时呢 就是用拼搏 还有用方法去面对的问题 做生意跟两公婆生了孩子 不是分别 但你生了个孩子 你必须对负责任 对啊 你要教育他 要培养他 做生意也是一样 你要用心去打理一点店 你就必须想方法 怎么把那店把它成长起来 你每天的开支这么大 你压力大不大的 不大骗你 整个月的成本加起来 最少要做到一百万 才能平衡收支 压力大嘛 就是说也是一种能力的人 总会在压力底下去成长 去面对 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上去 那你说 有什么方法 就令到自己压力没那么大 就是说 你当做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是一个挑战 你怎么去克服它 去面对它 去解决它 方法总比困难多 来香港的时候你习不习惯 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会有些跟交流上面 同事啊 或者朋友之间的交流 确实是有点不习惯 因为 就觉得我们内地人 刚来香港的时候 比较迟钝 那个头脑转速率比较低 那些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蒙哈蒙哈 咋咋咋咋咋的 都不成目的 有时候会这么说我 但是我就不把这些放在心里面 哪怕是说话不标准 那我就学标准它呗 如果你越怕 你越去不去尝试 去面对 那永远就这样子 无论是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或者以后你日子也好 如果你不走出第一步 你不会走第二步 对于我们新移民来说的话 我觉得你现在混得那么好 能不能给我们 开始刚刚来的新移民提一些意见 首先呢我就说心里话 我觉得做人第一就是说 学习嘛就是要保持一种饥饿状态 你要不断去吸收不同的经验 日后这些经验就帮到你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就是保持一种居安思危的那种心态 就是说你经得好 不代表民的好 做生意也是一样 不要因为现在很好 你就翘起尾巴了 很了不起了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就提一下大家朋友们 就是说年轻的 等于香港这个地方 是个发发世界 我也曾经认识不好的朋友吧 也控制不了自己 也是做错事情 也输了很多钱 在这个香港发发世界 还是做人就是要脚踏实地 就是说没有免费的午餐 必须要一步一脚印 踏实做人 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辛苦了 别这么多你辛苦了 我也感谢你 对对 有没有机会 给我跟你的粉丝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做一个新移民来到香港 经历的东西 跟你的粉丝分享了一下我些经验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有不足 大家自己努力好不好 谢谢你 加油加油加油 好了 现在也比较晚了 我也要回去了 微笑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看我的视频 下期见 拜拜